其实在关于这个市场期盼已久的深港通 终于是在8月16号得到了正式的批复 那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就明确地表示 国务院正式批准深港通实施方案 那深港通相关工作也已经是准备就绪了 在滬港通开通两年后 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签署联合公告 深港通准备工作正式启动 回顾2016年3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 力争今年开通深港通 当日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表示 香港在深港通方面已经准备就绪 在此之后市场对深港通的预期不断增强 7月证监会主席刘士宇表示 今年一定开通深港通 就在一个星期前 港交所总裁李小佳再次发出即将开通的信号 在昨日正式获批后 标志着两地互联互通的进一步加强 深港通股票范围与互港通偏重大型蓝筹股相比 充分体现深交所新兴行业集中的市场特色 涵盖超过800只股票 此次深港通备受关注的亮点 则是取消总额度限制 但每日额度并未如预期扩大 而是维持目前北向130亿人民币 及南向105亿人民币的额度 有机构表示 短期来看 取消总额度显示对两地股市都有好处 预计香港中小型股份将最为受惠 中期则可以促进中港股市的融合 加速A股国际化的步伐 另一方面 相较于互港通 深港通的交易品种进一步增加 未来交易型开放式基金及ETF 将会纳入互联互通的投资标的 亚特第一卫视综合报道